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2月26号 三中全会没有 但是马上就要开两会 如果按照日期算 大概3月3号4号先开政协 政协先开政的协的 再开人大 人大通常在3月5号 那这样的话就变成了破天荒 没有两会了 对不起 没有三中全会了 这是破除了起码在邓小平以后 在确定三中全会的故事的过程中 全都改掉 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 对中共国而言是个化时代 那是一个奠定改革开放 什么四个基本原则等等 是确定整个方针的路线背景 作为了一个根本性的改革 而当时的邓小平 在进行三中全会之前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 中共党的高级干部 省部级以上 集中在北京大概学习了一个月 所以那是邓小平在维护着党的意志 大家要理解这 邓小平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意志 在共产党的背书之下 把党跟国家之间的关系 和国家的发展 就是给连在一起 那中共的三中全会 是很正常的一个 就是在党领导国家的 这么一个肩甲结构上 是必须存在 有党领导方针 党指导方针 党的what have 对不对 那未来的五年经济计划 什么这些都有 但今年就没有了 那没有的基础 是在二十大的基础上 召开了二十大 2022年 然后2023年开两会 所以两会之前 二十大的一中全会 二中全会 确定领导班的确定人选 他都很恰当的 马上就干 然后为这个开两会的时候 习近平第三个五年的 党的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 就拿过来了 然后就成立了 以李强为班子的国务院 这个国务院的整个肩甲结构 然后就把所有任何帮派 党内的任何帮派 全退休 全回家 这是2023年 他在三月份 两会的故事 现在面临的2024年 两会的故事 也就是说习近平 在完成习近平夺得党中央 废掉党领导一切之后 实际的作用 他挂羊头卖狗肉 那是另外一个 这是他的手段 但他的实质本身 卖狗肉还是卖狗肉 对不对 挂羊头挂羊头 那他现在是挂狗头卖羊肉 他改的 他说是党的领导 那不是 现在一定不是党的领导 现在是习近平的领导 共产党是完全成为了 他的拐棍 跟打人的棒子 完全成为了 在他已经废掉了 中国共产党的 存在的所有实质 实质意义 完成了 利用了两年的 一年半的时间吧 衍生到目前 那衍生到目前 三中全会是充分展现 党领导国家的根本所在 要在未来的五年里 国家机构 就是比如说国务院 管理机构 他必须能够按照 党中央三中全会 所确定的方向 来进行五年计划的实施 那中共的三中全会 很显然不存在了 党领导国家不存在了 你看到的只是一个人 习近平 而习近平 在有关处理 他跟共产党之间关系的时候 他可以要求 中国共产党 政治局常委的人员 当着他的面 去学习习近平思想 中国共产党 永远失去了 他曾经的地位 2024年 很多朋友 不一定接受了 但他这是一个真正的演变过程 那真正的演变过程的背书 就是他什么都不提 就废掉了三中全会 就像他什么都不提 他就成为了第三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主席 他什么都不提 他就在二十大上继续做总书记 这是他适用的手段 他靠什么做呢 靠身边的王小宫 靠反腐 对不对 以腐败 以腐败 作为反腐败 作为手段 来达到习近平 凌驾于共产党之上 凌驾于国家之上 所以他真正的做到了 就是剥离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他凌驾于其上 一手双抓 那一手双抓 党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现在中国共产党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稳定这个社会 而不是统治这个社会 稳定这个社会 不给他带来生命危险 而他在切实的转型 那这是我们看到 基本上能够看到 那他将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在两会期间 特别是人大会期间 有可能中国发生重大事件 有可能发生 我们昨天在另外一节目中说了 在推特上有一个叫李老师的一账号 一百六十万的跟随者 然后呢 他昨天拿到了一份消息 中共国公安部 要对他的一百六十万追随者 进行排查 那他就拿到这个消息 就给发出去 他发出去之后 到了今天早晨 丢掉了二十万个跟随者 他从一百六十万 已经被 已经掉到一百四十万 也就是说 他说为了你们大家的安全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 所有国内的 在我的账号上跟随我的 你赶快赶快就切断 别跟了 赶快自保吧 别出事 那很多在海外的一些 做自媒体的人 都纷纷在讨论 自己丢号了 有丢掉万八千的 几千的都是有了 就瞬间就没了 那我们的账号 我个人的账号 也看到了丢号 就是在 在YouTube上 在Twitter上 是丢 那因为在过去的 以往时间里 YouTube对涛哥 关注太过分了 所以你也看不到 太明显的 就是说 他本来就上不去 根本就上不去 关照的太到位了 所以这是一个 非常大的迹象 而今天出现 更大的一个迹象 就很有趣 在YouTube上 他使用了 他使用了 AI的跟随系统 AI的跟随系统 是听普通话中文 大家听我说 普通话中文 去听你的节目 从来没有过 听完你的节目 去对照它的 社区管理规章 去封杀 警告你的网站 这个账号 哦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大家要行一行咯 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在今天的 社交媒体当中 AI系统 已经完全审查 人的任何的言论 思想表述的自由 跟他的直白跟真相 这是我刚才强调 我讲节目是普通话 这是在普通话的群落中出现 谁干 谁干 而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当中 大面积的封杀 任何不利的消息 比较典型的就是贵州 贵州大火 那贵州大火基本上就被封掉 那他是跟整个三中全会消失 跟这个两会即将召开是对比的 所以我以为不是对海外的大V的封杀 而是要全面掌控封锁 在出大事情之前 就是习近平要做出重大宣告之前 要控制所有舆论 对他的任何评价 那无论正负 无论对错 他不管 他要把整个中文系统 普通话的中文系统 完全压制掉 他才 我才跟大家说 意味着 人大会议上将出现重大变革 由习近平自己主导 就像习近平在去年国庆的时候 中共国庆的时候 9月28号召开 他自己却亲自去讲话 说了一大堆东西 那是一个极其不正常的 所以这是一个过渡 这个过渡到了今年两会的时候 是习近平掌握主席 国家主席 第三轮的第一年周年纪念 大家不用去讨论什么 我觉得讨论什么对错 这些都已经没有意义了 因为你 除非有人杀了他 是不是 除非出现了 人的身体上的消失与存在的变化 否则的话 你可以看到他才这么做 那他这么做的原因 极其有效的把党和国家剥离了 那剥离如果我们望着 好的说 共产党可能随时不存在 共产党可能随时不存在 因为党指引国家的经济路线消失了 只有习近平个人了 那九千万党员 在今天他的整肃的过程中 这种棒打也冤 棒打也冤样的 这种下手绝不留情的做法中 九千万党员 可能相当一部分 已经觉得自己是负担了 就是作为党员是一种负担 这是 而真正消除党的 跟国家之间的关系 才能奠基习氏王朝的根本 当然这里头最大的缺陷就是台湾 对不对 台湾大选本身 他失败 他没做成 那没做成 他做不做这个主席 所以这是 如果当初台湾做成的话 大家设想一下 如果当初台湾他做成 也就是今天的候选的中华民国总统 是国民党人 那他在三中全会上 习近平在剥离的过程中 完成自己习氏王朝的确立 是由人大去确立的话 到了五月份 那中华民国的新总统登基 五月二十号 这样的话就是红筹大志 2024年 所以他出现了终身的遗憾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对自己的死亡与不死亡 是不是有这么个说法 但是他要在70岁的年龄的过程中 完成他真正成为这个国家的主人 而不是党的总书记 他没有 我跟你说 他怎么折腾 这个东西没变样 那我不认为其他的说法 就是说三中全会没有召开 其他说法有什么正常的对跟错 我个人不太这么认为 因为那个东西根本就太浮面 没有任何基础 这是2024年对台工作会议当中的召开 这个王沪宁的讲话 他里面就讲述了一个故事 他实际不是讲话内容 而是与会现场 把服务员都撤销了 去掉 每人面前放一个大水壶 一个茶缸子 自己倒水自己整 就是他把曾经的东西给取消了 大家要理解这意思 那他就讲说 这是不是一种改变 我们并不清楚 但这是现实的 然后他里面 这里面就是另外一篇报道 报道了在印尼 印尼通过了一个联邦法规 宣传共产主义 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 带有共产主义标志的人 将被判15年徒刑 那我们就不知道 他对中共党员入境印尼 是否能够接受 天津市市委书记陈敏尔 主动揭示负债率高达500% 天津市破产 天津市破产 如果陈敏尔敢这么说的话 他为什么敢这么说 为什么 因为他是习近平的 这个近寮 幕寮 但是他没得鸭筹 他没上去 对不对 他不如蔡奇 但他这么说 如果不得到习近平首肯的话 他要遭到麻烦 对吧 但这是今天的报道 这是李老师的账号 大量京东的派送员 在内部论坛中说 京东降薪的事情 京东的运作方式 就像在海外很多送邮件的概念是一样的 亚马逊或者是UPS 都是这么个管理方式 送一个邮件多少钱 送一个邮件多少钱 那一天你这个区域 就是你的领队的 Super 你的班长 能够分给你哪个区 你赶上好区 你就多挣钱 赶上差区 你就少挣钱 逢年过日的时候 就看你本事了 因为大批的礼物在运送 你要有本事 你送他七八百份 对不对 这是通行的 海外这么做 结果京东再把它单价的运货的 单价降低了 原来送一件货 一块五 他现在变成了一块三 所以那代表着 代表着经济状况背景的不灵 对不对 经济状况的不灵 那京东的费用在提升 那他要降低他的费用 这个是讲一个 一个在云南的 贵州六盘水的 一个女企业家 做了十项政府的这个项目 如果政府不给他钱 还要抓他 他能贪上政府项目 那是一直都认为很好的事 但是政府不给钱 代表什么 政府没钱 上亿 他说几亿 2.2亿的整个的 这个欠款 只给1200万 10%都不到 我们就报这个故事了 然后这里面 这个内容就谈到了 有关 李老师账号被封掉的 就是被国内追查的消息 然后他讲 分析的人说 这个国家多虚弱什么 那我个人不是 我个人认为 一开始我以为是等同的 那我现在的认为就是 习近平在这个人大会议上 将展示重大举措 全面镇压 压迫一切东西 包括股市被稳住 你给我稳住就完了 没有发展 只有真正的 长足的意见的发展 是在他宣布之后 但他能不能发展 可是另外一回事 这个咱说开了 有没有本事发展 会不会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他要做 这个人大上做出重大举措 剥离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